很嗆 很嗆 這就蠻嗆的 給我來一盤鮭魚吧 現在來到麥可廷的辦公處參觀 你看 這次亞洲團隊有日韓、中國、台灣的大使 然後來參觀這邊看一下大家辦公的狀態 被選中 牛角球 可是有些他身上的錯誤 他沒有肩線 他是直接出這邊的車 車過 然後就比較可以凸顯肩膀的形狀 趙佑拿了一件他剛才看了很久的衣服 我也覺得這件很好看 好 好的剛剛麥可廷他們請他們的服飾品牌經理跟設計師 幫我們介紹他們未來服飾的趨勢要怎麼改良 澳洲地區跟亞洲地區氣溫還是有所差異的 所以他不一定所有東坦都會進亞洲 不過到時候我看看他們會進來什麼 我再跟大家做分享 接下來的片段會有幾位MyProteam的高層 來跟大家說明一些重大改變 以及一些有意思的改良 有形象上效果上以及口味上 不過因為他們都是說英文 所以我這邊幫大家開啟翻譯系統 讓大家方便吸收 大家好我叫Tom 效率於MyProteam五年 目前在MyProteam擔任營運長的職位 接下來我會跟大家一一說明 我們遇到的一些客數 讓它小而堅硬 而大的紙箱我們更是提升了127%的厚度 以及185%的強度 讓它可以更加安全穩固的 把商品送到客戶手中 現在我來讓大家看看這紙幣有多強壯 聽到了嗎?這扎實的聲音 說明了新的紙箱有多堅固 哈囉大家好我是MyProteam的CEO Lucy 今天我會來回答一些品牌大使們提供的問題 首先第一題CEO的日常生活是什麼樣子 其實呢CEO的日常生活並不怎麼有趣 我早上6點去健身房 7點半到辦公室 早上會開高層會議 然後開始一整天忙碌的生活 我們的集團名稱叫做The Heart Group 集團下除了主打運動營養補技的MyProteam市最大的品牌之外 還有許多自由品牌與電商網站 包括美妝與消費性商品 像是護膚產品和腳踏車相關零配件等等 後進的品牌信念就是不斷的創新和確保提供優良的品質 我們藉由生產線的垂直整合來達到這個使命 我們的廣大廠房自行生產多數產品 不僅能有效控管產品品質 同時也能減少因為中間商而產生的額外成本 垂直整合幫助我們有效降低成本 並透過具競爭力的價格回饋給全世界的消費者們 我最喜歡低碳水蛋白脆米棒 黑巧克力海鹽口味 還有高效款式系列的PRIGOGO 玉鍛鍊彩虹糖口味 因為英國這邊會想進軍實體零售市場 所以如果你去超商看到一個藍白的商品 跟現在改版後的包裝 可能改版後的會比較吸引人 所以藉由品牌重建 能讓產品線更鮮明 辨識性也更高 總之主要的目的就是能讓MyProteam更符合潮流 也讓消費者更能快速的找到他們要的東西 我們現在要來滿意到新口味VCAA 現在要來試一下 現在在玩意 百分之兩百六成 猶成嗎 猶成嗎 白巧克力椰子 白巧克力椰子 突然又有堅果的味道 對 我覺得是堅果耶 白巧克力堅果 堅果奶茶 你說有什麼味道 那個麥克雞塊的味道 來一張 如果他正解真的是麥克雞塊 那你真的很厲害 你說剛剛那個是什麼 剛剛那個 黑茶 結果我們都猜錯了 我猜白巧克力堅果 他猜堅果奶茶 然後他猜麥克雞塊 結果最監禁的可能是他 第三個口味 北海道牛奶糖的味道 北海道可能是我多加 我只覺得他很甜 它是比較甜 比一般的奶糖 因為它是牛奶糖 對 它是牛奶糖 這就是我所說的 麥克雞塊 麥克雞塊 不要這樣麥克雞塊 滿福寶 第三個口味 剛剛已經公佈了 果然是 北海道牛奶糖的味道 但總之 這麼說也沒錯 他不是滿福寶 很嗆 這就滿嗆的 給我來一盤鮭魚吧 好 這個會被我放到那個 麥克雞五青絲大獵匙 最強的 最強的一杯 新的 真的不太想要 乾杯 乾杯 你喝那麼慢 你慢慢品嘗這個 我覺得這不行 這太辣了 這個是我附近的 大家好 我是Grace 新產品開發部門技術專家 今天主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MyProtein高效緩式系列 這個系列整整花了兩年的時間 進行研發 高效緩式算是 MyProtein超重點產品系列 它裡面含有緩式主力 是有申請專利的 緩式主力的概念就是 它外面有一層膜 能夠在人體內的時候 緩慢的被人分解吸收 延續產品效能 也能降低血糖在短時間內上升 我自己會在運動前30分鐘 喝PROCAR 運動中喝AMINO 我自己本身是會在 訓練大重量前30分鐘 喝PROCAR 訓練肌培大的時候 只會喝AMINO 而他們新出的高效緩式系列 有一個口味叫做 酸軟糖口味 Sour Gummy 那個口味真的超級好喝 那影片最後 帶大家欣賞一下 MyProtein的健身法 超美 MING PAO 日本的職業快手 Tatsuya-san Tatsuya-san 1 2 2 1 2 2 2 1 2 1 OK MING PAO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建人蓋伊 下次見 掰掰 MING PAO